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当年年轻的都府非常有志向 他想为百姓们做很多好事 于是就跑去考试当官 结果一个没考好就被耍了下来 都府倒也不伤心 想着这次没考好 下次还可以继续努力呀 他又想到现在考完了试 不如去外面转一转 好好放松一下 于是他收拾好行李 一个人到山东这个地方旅游去了 早就听说山东有一座泰山 很有名气 不去看看实在太可惜了 所以到了山东后 杜福马上爬到泰山上 他看着眼前雄伟壮观的景色 心里是又激动又兴奋 赶紧回笔写下了这首望月 望月 唐 杜甫 代宗 福如何 其鲁 轻未了 造化 终神秀 阴阳 歌 昏 小 荡胸 生 层云 绝字 入归 鸟 会当 灵 绝顶 一览 众 山 小 这首诗的题目 意思是说 看着泰山这座高大的山峰 这一天 杜甫来到泰山上 他一看到四周的风景 马上就惊呆了 忍不住感叹道 代宗 福如何 其鲁 轻未了 意思是说呀 泰山的风景怎么样 你看 这些翠绿的高山 曾经把战国时期的齐国和鲁国分隔开 他们一座连着一座 好像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造化终神秀 阴阳歌昏小 哇 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他好像非常喜欢泰山 所以才会把这么多秀丽动人的风景 全部聚集到这里来 你看 这泰山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太阳光只能照到山的一面 那里就像早晨一样明亮 而山的另一边呢 因为没有太阳光的照射 就像夜晚一样灰暗 荡胸升层云 绝字入龟鸟 杜甫越爬越高 他看着一层层的云雾 在山间飘荡 自己的心 好像也忍不住跟着飘动起来 这时 几只回家的小鸟 扑通着翅膀 慢悠悠地从空中飞过 杜甫想看得更清楚 于是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生怕自己错过了一秒钟的时间 哎 没办法 谁叫这里的风景这么美呢 回当灵觉顶 一览众山小 马上就要爬到山顶了 杜甫不断给自己加油打气 豪迈地高商大喊 我一定要登上山顶 到时候我往山下一看呢 所有的山呢 都会变得非常渺小了 说到这座泰山呀 可是非常的厉害 它被大家叫做冬月 和西越化山 南越横山 北越横山 和中越松山 一起组成了我们中国的五大名山 这座高高大大的泰山 就是五月之首 是五座山里的大哥大 以前的皇上啊 都会亲自登上泰山 来祭拜天神 希望天神可以保佑国家一切都顺顺利利 百姓们能够过上好日子 所以呀 人们都很喜欢泰山 不少诗人也经常到泰山上登高望远 看着这里雄伟开阔的风景 他们也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作 比如 李白在犹太山中写下了 平衙揽八级 木镜长空弦 意思是说 诗人站在高高的泰山上 远远地看着前方 只见蓝蓝的天空 显得格外开阔 怎么望都望不到尽头 可杜甫的这首望月不仅生动地写出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 一句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更是表达了自己不怕困难 是要登上山顶的坚定决心 正是这股豪迈的气势 鼓舞了许多人去勇敢地面对挑战 追求心里的梦想 同时也使得这首望月成为这么多赞美泰山的诗歌中 最为精彩出色的诗篇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请不吝点赞美泰山 众山小 下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贺之章的作品 《回乡偶书》 我们下期再见啦 《回乡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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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乡偶书》